这是人迁行人生中的第二大机缘 得到了威力强大的魔剑 可他要杀死的第一个人 竟然就是自己的义父关玉天 就在两个时辰前 关玉天割破自己的手指 想要用魔剑遗族的血液取出魔剑 谁知烈焰熔岩虽然发生了强烈反应 却又很快地沉寂了下去 让关玉天和鸟如神百思不得其解 怎么会这样的 什么都没有了 就在关玉天思索问题出在何处之时 燕藏风一行人已经来到了住剑城外 一轮圆月更是高挂在夜空之上 这让关玉天逐渐暴躁了起来 因为月圆之夜对他极其不利 鸟如神看出关玉天心绪不宁 故意出言试探起了他 关玉天担心自己的弱点暴露 出言训斥起了鸟如神 声称自己如此烦恼 当然是因为无法取出魔剑 鸟如神已经试探出了结果 顺着关玉天的话说下去 表示他有一种预感 今晚魔剑一定会出事 鸟如神的话音刚落 燕藏风带着逍遥狼三人赶到 询问起关玉天的来意 关玉天表示要和燕藏风谈一笔交易 要燕藏风帮他取出魔剑 魔剑 我根本不知道魔剑在什么地面 再说 这魔剑无价 你交换得起吗 燕藏风问关玉天要筹码 关玉天来了一个反客为主 用驻剑城所有百姓的性命威胁燕藏风 平头割逍遥狼见关玉天如此嚣张 吵着要和关玉天决意死战 鸟如神见识不妙出言调停 将燕藏风和逍遥狼拉到一旁 说出他已经和关玉天谈好条件 只要取出容颜之中的魔剑 关玉天就会信守承诺不再侵犯 可问题在于 燕藏风也不知道如何取出魔剑 这就导致事情陷入了僵局 一旁的姚元胜可不管这么多 嚷嚷着不想继续耗费时间 赶紧把吴星叫出来和他相见 鸟如神故意告诉姚元胜 逍遥狼大意灭亲杀了吴星 想要借助姚元胜的手 除掉逍遥狼这个绊脚石 姚元胜得知吴星被杀 果然勃然大怒找起了逍遥狼的麻烦 要杀了逍遥狼替吴星报仇 燕藏风为了保护逍遥狼 挡在姚元胜的面前 说什么也不肯让开 姚元胜盛目之下 竟打算先杀了燕藏风 我就先杀了你 快走 姚元胜 我求你马上离开这里 不然的话 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你以为我怕你 建宇 关玉天敢动你动 你就杀了他 关玉天文言哈哈大笑了起来 嘲讽姚元胜真是不自量力 不如先看看自己的后面 再放出这种狠话不识 姚元胜略带疑惑地转过头去 发现剑影竟然倒戈相向 拉弓搭剑锁定了自己 关玉天见姚元胜难以置信的模样 解释剑影本就是他的人 他故意将剑影放在姚元胜的身边 就是为了得知姚元胜的动向 我就是拼了这条老面 也跟你血战到底 我劝你马上离开这里 不要逼我杀你 前面 我看你还是走吗 燕藏风和逍遥狼相继出言 奉劝姚元胜赶快离开 姚元胜自知是不可为 决定先行离开再做打算 他临走前放出狠话 燕藏风要是继续庇护逍遥狼 他就召集人马血洗驻剑城 关玉天见爱事之人离开后 要燕藏风用凌双剑感应魔剑 看看能否将魔剑引出烈焰熔岩 艾玉儿来到驻剑宫 提出要和关玉天谈个条件 他已经将人迁行困在密道 若是没人救助必死无疑 只要关玉天答应退出驻剑城 并保证永远不再侵犯 他就可以放了任千行 不曾想关玉天得知这个消息 反而哈哈大笑了起来 认为败玉儿实在太过天真 正当败玉儿疑惑之际 任千行突然出现 将剑架在了败玉儿的脖子上 紧接着白炎罗压着刘一一道来 形势再次反转过来 原来关玉天早就对败玉儿有防范之心 多复制出了一幅驻剑城的地图 并将其交给了任千行 任千行按照地图记载成功脱困 打了败玉儿一个措手不及 严藏风你就乖乖引出魔剑 要不然我就一个一个杀了他 从你最深爱的女人开始 好 我照你这话